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畫科系的字 大家看到我的題目 分類冒三個字 大家一開始一定都是想到 就是哈利波特 大家知道哈利波特一開始 大家只要分入學學院的時候 要戴上一頂會講話的帽子 那頂帽子就會 依照他們的一些能力特質 來去幫助他們 尋找到一個適合的學院 可是在現實社會會中 我們其實都是一般人麻瓜 所以我們必須去不斷嘗試 然後去找找看自己 自己適合什麼東西 所以在我的故事正式開始之前 我想先問大家 你有沒有曾經羨慕過 如果一些站在台上 能自由自在表演的人 然後他好像會 自己自體發光 然後你就會在台上很羨慕他們 小時候的我因為 身邊的同學都會學了很多 不同的才藝 然後經常會可以站在 司令塔上面的影像 所以我就常在下面正看 覺得 哇好酷喔 想著自己哪天也可以去找一個 自己適合的才藝 然後也站在那個頒獎的舞台上面 所以我就開始不斷的去學了 許多不一樣的才藝 第一樣我學的是 小提琴 會學小提琴的契機其實很簡單 就是當初是我的堂姐 是先接觸到小提琴的東西 然後在他練習的時候 我其實都會很喜歡跟在他旁邊聽 然後覺得小提琴的音色很好聽 而且他只要四條弦 然後拿著弓這樣拉一拉 好像就可以有個什麼很好聽的音樂 然後人家也可以對他同一個羨慕的眼光 看著他們 可是學著學著 我覺得我對小提琴的東西好像沒有興趣 所以我之後又選擇放棄他 接著我就學了一個芭蕾舞 大家第一眼看到我個性 感覺到我應該是一個比較活潑外向的人 就是不太會做這種比較有氣質的事情 當初學芭蕾舞我就覺得 哇賽芭蕾舞跟我的外表形象好像有點反差 那不如我來學一下芭蕾舞這東西 可以讓大家煥然一心覺得 哇原來他會這東西好神奇的那種感覺 但是學著學著發現 人呢終究不能把自己裝在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外殼之下 所以我之後又選擇放棄他 接著我學的是指拍輪 大家小時候應該是說我們這個事實在 指拍輪是一個曾經風靡一時的一種運動類型的才藝 所以當作我也選擇去跟著這股潮流 然後去學了指拍輪這東西 在學指拍輪的過程中 其實我發現我自己學的意外的順 因為在過程中我發現我自己的運動氣包其實蠻好的 所以經常教練教完這個動作 可是我可能十分鐘後就有會 就覺得我好像跟著別人一起學 然後我覺得我都在等別人 而且這東西好無聊 再加上我以後好像也沒有想要成為運動選手的打算 這東西好像可以讓我得到一些 好像也不能出去比賽當 就算要比賽好像也能不到我 所以我就會又選擇放棄他 就這樣是前面放棄了很多東西之後 直到到了要升國一的時候 升了國一那一年其實 有一個很長的暑假大家應該都經歷過 那個暑假就是可能有些人會跟我一樣過得非常無聊 然後再加滑在Youtuber這樣一直看影片 在滑Youtuber的過程中 我一直看到五月天的一首歌叫做 T1213121 如果大家有在座的各位有學過其他 應該知道T1213121對吉他入門的人來說 是一首非常簡單的歌 像現在我聽到那首歌覺得 哇原來學吉他可以這麼簡單 覺得 就是六個和諧 然後T121這樣播一播就可以播出一首歌 那這東西應該很簡單 我應該很快就能掌控 而且他好像也是一個很容易吸引到人家目光的一個才藝 對 就這樣子我跟我爸媽吵了差不多三個月的直接說 爸媽我想學吉他可不可以 但他們就思考了整整三個月覺得 我前面給你花的 我前面給他 對他們花了那麼多錢 然後全部都學了三分鐘 然後什麼東西都沒有 但他們後來想到之後覺得 我國中是讀一個升學壓力比較高的學校 那我應該要去有一個能夠宣洩自己壓力的出口 所以就答應讓我學吉他 但在學吉他的過程中其實 是一個非常不太順利的過程 如果大家有學過吉他的話應該會知道 吉他有一個東西叫做封閉和弦 這封閉和弦的東西 顧名思義就是你要一根手指頭 然後去按所謂的吉他的六條弦 在這個過程中對於 手指有點粗粗短短的我 或是可能手指有障礙起來 按一按會變這樣的人來說 會是一個非常難克服的一個東西 所以在學吉他的眾多歌曲之中 我如果只要遇到封閉和弦這東西 我就會跟我吉他老師提出說 老師這東西有沒有其他比較簡單的和弦 或是說一樣的和弦 然後不一樣的按法 那我們吉他老師當初也沒有特別多想 只覺得說 嗯好這東西應該自己學的 後面學的學的自己就自然會 所以我就這樣一路逃避到了國三 到了國三我們學校有一個傳統 就是所謂的BA歌比賽 在BA歌比賽的過程中 我們需要以班級為單位 然後是全班都要參加 然後在我們班當初的比賽內容的排定是 兩個人彈吉他 然後一個人彈當琴 一個人打爵士鼓 然後吉他人就像合唱團一樣在後面唱歌 然後國三生就是要升高音那階段就是比較屁屁拽拽的 然後大家每個人都意見很多 所以在這個排練過程中 其實全班再來恆恆吵了快十次吧 雖然有一次在爭吵的過程中很衰的 我就是被甩到那個台風位 然後我就被一個彈吉他的女生說 你們都說這樣比較好那你來彈啊 但是當下我真的很想跟他說 好啊又不是你會 又不是只有你會我也會彈 但是我的眼角魚光我就這樣瞄了下去 覺得完蛋了他的譜怎麼那麼多封閉和弦 我就看著看著我就是硬生生的把這口氣吞了下去 但是也因為這件事情讓我覺得有點不甘心 所以我就國三要升高音那段期間我就下定決定 我一定要把封閉和弦練好一點 而且一定要讓那些看不起我的人 就是覺得我也是有這樣的能力 對 就這樣子我那一年暑假我找了盧廣東的歌 盧廣東的歌其實每一首都蠻難的 那我會特別挑這首原因其實只是 單純因為這首歌的歌詞也蠻觸動我 還有一些旋律之類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旁邊的譜 其實封閉和弦大概有快十個吧 但是在練這首歌的過程中是真的真的很困難 但是所以我最後也就 最後還是沒有把它練成功 這算是一個封閉和弦這個卡會讓我自己算是一個沒辦法過去的卡 所以我覺得最後又選擇放棄吉他 就這樣一路到了大學 大家其實要跟我很熟的朋友才知道我會彈吉他這件事情 可是我也不是很敢從來沒有在他們面前說我吉他彈的怎麼樣怎麼樣子 對 就這樣子一路到了大學到了大二 到了大二呢大家應該 大家戴著口罩應該都知道 明顯感受到武漢肺炎帶給我們一些很不方便的事情 也甚至打斷了我原本一些可能要出國的計畫 所以我就被迫留在台灣 被迫留在台灣 你就一定呆在家因為你是防疫 那防疫的過程中你一直在家 你爸媽一定有一天 像我媽就會在那邊每天誰誰這樣說 你的衣服都不收好怎樣怎樣 然後一直做家事 然後就這樣子有一天 我跟他朋友一起去聚餐 然後我就 那個阿姨就跟我媽說 她在學油畫 問我媽有沒有興趣 然後我媽反過來問我說 欸阿姨在學油畫那你要不要去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好啊反正你這麼會誰誰這樣 我就為了逃避這個誰誰這樣的地域 我就一口答應說 好啊我就去 反正就不要讓你念 反正自己要念很煩耶 就這樣子我就跟那阿姨到了油畫教室 到了油畫教室 老師第一眼看到我說 欸那你有沒有想畫的東西 但是要我其實 腦袋一片空寶就這樣站著 然後左顧右看這樣 想著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讓我畫 這我只想到最後 我想到我那時候養了一隻雞娃娃 老師就找很多不同類型的雞娃娃給我看 就有這種比較寫實的 也有這種比較現代風格的 但最後我最後選的是這張 在畫這張圖的過程中我也覺得 有點莫名其妙也覺得很神奇 因為在畫這個過程中 老師第一姐就跟我說 來喔你就把這個框框畫起來 然後顏色塗滿 然後你看這邊有很多點點對不對 你就這樣配好顏色 然後就開始點 然後就這樣整整點了三節課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幹嘛 我每個禮拜就花三個小時在那邊畫點點 但是這張圖之後完成的樣子是這樣子 在完成過後其實也意外的受到 蠻多畫室的叔叔阿姨們的一些肯定 像他們會說 欸你的圖比圓圖看起來還要水汪汪 你看那個眼睛就是有點無辜可憐的 然後顏色也比原本的鮮豔 但甚至有人說 欸你蠻有天分的欸 就這樣你蠻有天分的這幾個字 就這樣深深的刻在我的腦袋裡面 接著這幅畫畫完 老師問我說那你第二幅畫要畫什麼 我就大膽跟他提議說 我要畫星空 因為星空一直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主題 我就跟他說那我要畫星空 老師一開始聽到這個 這個提議的時候其實有點嚇到 他說你確定嗎 星空這東西很難畫喔 因為他自己有一系列他真的畫了很久 但現在我只覺得 既然人家說我很有天分 那我何不嘗試看看 而且我更大膽的嘗試是 我選擇兩幅畫去結合成一幅畫 而在這幅畫的過程中 也確實如老師所說的一些比較難的技巧 甚至畫到之後會覺得 奇怪這邊應該比較亮還是比較暗 還是這邊要多一棵樹 還是那個月亮要比較橘比較亮 就這樣一直改一改去 花了差不多我快半年的時間 就這樣一路改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也蠻享受 有畫可以這樣改一改去 圖圖改一改的過程 這是這幅畫之後完成的樣子 就是蠻顛覆一些叔叔阿姨他們的想像 我覺得我算是一個蠻有想法的人 那我畫出來的作品真的是蠻好看的 他們就是這樣接收到了蠻多鼓勵 那這幅畫畫完之後 老師有跟我說 就是那些叔叔阿姨們 有打算要以畫室的名義去辦一個所謂的工藝畫展 問我有沒有興趣去參加 但現在我就覺得 老師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這是我的第二幅 其他人都不知道畫的實際幅畫 這第二幅畫你就叫我去展覽 那老師也說 沒關係啊你就去展阿 反正展了大家就會看到 反正大家都會看到 然後說不定你的畫也是很受歡迎的 就這樣我就硬著頭皮去答應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去參加這個工藝畫展 就是工藝畫展之後的樣子是長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張照片裡面 其實我的畫算是非常的突兀 因為其他人可能都是一些風水畫 你可以看到我的畫就是在一個角角 然後黑色走的是比較現代的風格 但老師因為畫展一開始都會有一個開幕查會 在開幕查會上面 老師就是以藝術家三個字來稱呼我們這些學生 他甚至也有稍微提到說 如果在場參加這個開幕查會的人 如果對哪一幅畫比較興趣 也歡迎大家去詢問這些藝術家 甚至有些人看不出來他只畫兩三個月 對 在這兩三 老師提出說 看不出有人畫兩三個月的這個 這個期間其實我蠻受鼓 因為全畫是我是智力最淺的那一個 所以我蠻開心老師這樣 在大庭廣眾之下的 對我的一個肯定 那在老師的演言結束之後 其實我原本也不以為 一直想說 那我的畫就是在那邊 可能大家看起來會非常的奇怪 這幅畫會出現在一個 有點看起來格格不入的畫展 應該不會有人想要問我一些問題 但是出乎意外的是問我問題的蠻多的 像是有些人會很好奇說 我畫這幅畫的過程是什麼 或是說為什麼這幅畫的名字會這樣取 或是說你當初的構想是什麼 這讓我蠻意外的 因為一開始是我完全完全沒有去設想過的一個狀況 但是也因為這是一個意外的機會 我好像回應了我一開始最初想要學才藝那個期待 我好像確實是受到了別人的目光跟表揚 對 就這樣子有一天 有一天晚上 我就靜向心來想 覺得 嗯 奇怪耶 吉他跟油畫兩個都是我喜歡的東西 可是 為什麼吉他學學了比油畫久 可是我學到之後 卻是選擇放棄它 然後油畫遇到困難 我卻是選擇把它堅持下來 就這樣子我想了想了 躺在床上想了很久 我發現其實 在學吉他之前 其實我都是跟大家所謂的 像衣服一樣 所謂的穿搭 就是順意的潮流 然後盡可能的去模仿別人一些的作品 可是在油畫的 在油畫的學習過程中 我一開始雖然也是靠著模仿 但是我好像是 呃 靠著模仿 然後慢慢的去找出自己 一個喜歡的東西 甚至有一個自我的風格 所以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的是 呃 你學習一個東西 一開始一定是從模仿開始 就像你 呃 一開始出生 到現在你學習的對象 模仿一定是模仿爸爸媽媽 那你學習一個東西 一定是從模仿開始 那你 你就不要怕 你就算別人笑 你笑笑笑笑笑笑笑 你模仿他 你覺得也沒關係 因為你就是要從別人的 就是要從模仿之中 才能慢慢的找尋到自己那個我 對 謝謝大家